由甘肃及侨胞及同甘肃有往来的侨商在世界各地注册成立的商会、同乡会、侨团、工商联盟、企业等社会组织和机构组成的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日前在甘肃兰州成立 来自四大洲21个国家的甘肃及侨商,侨接世界资源助力甘肃发展 此次担任甘肃省侨商海外联盟主席的马玉田,自2012年就前往马来西亚创业成立了旅游公司 促进甘肃省与马来西亚在旅游、文化、经贸等结下因缘 如今,马玉田也从商人转变成为了官方商务代表,成为甘肃驻马来西亚商务代表处首席代表 马玉田向记者介绍,该联盟的成立找到了一份属于家乡的归属感 也能组织联盟成员相互发布信息、交流经验、共享资源、对接项目 目前有来自四大洲21家机构 基本上是以咱们甘肃及在海外成立的社团或者是一种机构商协会负责人为主 咱们联盟的宗旨我们一直创造就是凝聚世界桥商助力甘肃发展 联系海内外的一些桥商会甘肃投资或者是考察 在海外推荐甘肃的社会发展、文化资源和旅游方面的一些事 甘肃省桥连主席严鹏勋表示 当前,笼集海外侨胞数量不断增多,流动性不断增强 专业人才数量持续增长 该联盟的成立以血缘、地缘、语缘为基础 以亲情、相情、友情为纽带 扩大侨联朋友圈 那么我们海外这些乡亲呢 在不同国家打拼 那么都有小有成就 也都有怀抱、回报家乡的这样一种情怀 那么实际上在当中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已经有很多贡献 那么通过这个联盟呢 我们会加强这样一方面的这个联系 再更多的促进我们的交流 最后呢 转好促进我们这个甘肃的经济发展 文化的交流 讲好我们这个中华的故事 使我们甘肃更好地展现在海外 我想这个意义是很明显的 据了解 此次活动有来自马来西亚 吉尔吉斯斯坦 肯尼亚 德国 阿塞拜疆等甘肃籍桥商参加 他们现场还介绍了其住在国的资源特点 市场需求 以及甘肃中医药 农产品 牛肉面等特色产品走向海外的机遇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